有屆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释入 时间105年11月7日星期一上午9时11至11时52分 下午20时32分至30时42分地点本渊红楼20一会议室 出席委员政委员天才等14人 请教委员程委员学生一人 列席委员江委员寝承等32人 列席官员交通部部长贺程弹等 主席离召集委员昆哲讨论事项继续审查 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单位预算 决议交通部单位预算除委员提案第37案至55案 第91案至第98案 第148案及第163案 留待处理未审查玩具部分时继续处理以外 余均处理完毕 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 第137项交通部2535万1千元兆列 第三款归费收入第108项 交通部242亿5808万4千元兆列 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56项 交通部原列126亿3425万7千元 改列为3425万7千元 第五款营业营运及事业收入 第八项交通部原列245亿865万2千元 除第一项营业基金营与角库 第二项非营业特种基金胜与角库 均占照列是所属营业基金 非营业特种基金省议确定在行调整外 其余均照列 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3项 交通部5612万5千元兆列 二岁出部分第14款 交通部主管第一项 交通部原列537亿8837万6千元 除第十一幕营业基金 128亿532万元 简列第一节台湾铁路管理局 三千一百九十万元 其均占照列是所属营业基金 省议确定在行调整外 共计简列两亿8965万5千元 改列为534亿9872万1千元 本项提案29案保留 待处理未审查玩具部分时继续处理 通过决议84项 另有委员提案8案不予处理 散会宣诺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议事录确定 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四项的案由 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关于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单位预算 寻达及处理宣读完毕 现在请交通部贺程当部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 就本部中央气象局106年度施政计划 及单位预算编列提出报告 深感荣幸 中央气象局业务涵盖 气象海象及地震三大领域 台湾常遭受三项领域里面的灾害 对民生的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预报产品的内涵 跟它的表达方式 让民生和我们的气象资讯能够更紧密的结合 此外 为了开创我们的客资化系统 以及时提供预警资讯 气象局也投入很大的心力 希望能够帮忙把交通运输及防救灾作业的决策 能够有更好的资讯来做参考 有关中央气象局106年度 施政计划及单位预算编列内容 请气象局新局长向各位委员提出报告及说明 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 谢谢 现在请中央气象局新局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在这里跟委员会报告一下 中央气象局在104年的 跟105年到106年的预算的情形 跟施政的重点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着 这个投影机上的投影片 首先呢 在104年的预算执行部分 我们的税入有1800多万 但是我们决算数有1亿5000多万 税出有19亿9500多万 那么它的执行率到99.66 这是在104年的预算执行的情形 下一页 在105年到10月份预算的截止 10月份的情形呢 税入大概是1691万 那么税出是22亿 那分配数到10月止呢 是1414亿400万的税入 然后税出是15亿5000多万 执行数呢 在税入部分是130 那么税出呢 有88.42的百分比 下面呢 就跟大家报告一下106年的施政计划 由于在贵委员会里面在两三个礼拜之前 曾经做过的业务报告 因此我就把我们在106年的施政重点呢 很简单结要的跟大家再重新再提再报告一次 这里面分了四个项目 第一个当然就是气象观测 观测里面对好卫星 遥测的部分 还有海象部分是我们的重点 那另外其实在我们的施政重点里面 大家可以慢慢发现 其实有三个主轴计划 这三个主轴计划支撑的气象体所有的业务 在气象部分 地震呢也有两个主轴的部分计划 等一下我们会一一跟大家来重点式的报告 那在气象里面第一个重点的主轴计划 就是强化这个海气象的灾防环境的监测作业 这个计划里面最主要下面有七支的计划 里面包括雷达 降雨雷达的建制还有浮标 还有很多雨量的泰换 还有七股雷达的更换 这些东西都在这支计划里面 所以它最主要当然就是降雨雷达 跟一些观测设备的一些更换 下一页 第二页就是我们的预报的部分 预报部分最主要的是 有一个主轴计划叫做 气象资讯之智慧应用服务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了我们气象资讯的 气象预报的准确度的提升 跟气象资讯的应用 这个计划从105年到108年是四年的 但这计划完以后呢 会提第二期 超级电话的问题 第三个主轴计划就是气候的变迁应用服务 这气候应用的变迁最主要是 是在未来因应气候变迁气候软化 我们在气候模式跟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努力 最主要提升气象资讯的服务的效能 下一页 到106年的 对不起 再来就是一个地震的计划 地震计划最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海南的计划 海南计划到今年结束 到明年的时候 这一期的 资料的系统预计是可以完成 那么明年我们会开始规划第二期 把这个海南计划向外延伸的 规划的工作 然后 期望在明年能够提出这个计划书 跟院里面争取 这个预算 第四个呢 当然就是气象服务了 提升气象服务效能 基本上一直是气象局在努力的工作 我想我们会持续 怎么让气象能够更生活化 更口语化 来让大家使用 下一页就是106年的预算 106年的预算 我们看税入是 在105年是1600多万 那么在106年呢 我们多了100多万就是1800万 那最主要是因为一些平台 计器台的一些租金的收入 最主要是这个部分 那税出的部分呢 其实气象局的预算 可以看到这个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还蛮复杂的 因为我们的预算来自三个部分 有一个科技的经费 一个公共建设的经费 还有基本需求的经费 那分支 各个分支的经费额度 大概科技有10亿左右 那么公共建设大概是5亿多 基本需求就是一般 从所谓的公物预算的这部分呢 大概有7000多万 8000万 那么在这里面的增减呢 在科技跟公共建设部分 有一些增减 但是基本需求里面 这些所谓观测跟 基本业务的这种 这种维生 维运呢 大概有减了5000多万 所以虽然total上来讲 比去年多了7000多万 但是在基本维运上面 基本上是减少的 那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 这三支税初的部分呢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在科技部分呢 我们说我们增加了 大概有9000多万 那最主要就是有一个 配合这个政府 第五阶段的电子化政府计划呢 我们有编列了一些 一些经费大概将近1000万 所以就是红色的那部分呢 是来配合这个第五阶段 电子化政府计划所增列的部分 下面一个就是 在建构台湾海象跟气象的 防灾环境服务系统里面 大概增加了 有1亿3000多万 最主要是海域的防灾服务的 这种系统的开发 还有就是 卫星与雷达衍生产品的 这种开发 大概这两个加起来 大概1亿3000多万 所以在科技部分呢 最主要是增加了9000多万 下一个在公共监测部分呢 当然这里面呢 增加了4000多万 最主要还是最后一项 强化灾防环境监测 这部分增加了大概5000多万 那这部分最主要是 在气象局的规划里面呢 在那支大的计划 海气象防灾的计划里面 预计在东南边跟西南边的外海 要建置两座深海的浮标 除了做气象观测以外 当然最主要就是海啸的预警的部分 因为这两个点 基本上是两个前哨站 也是关系到台湾 在很多学者专家的研究里面 最可能海啸来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在外海上面 配合跟国际接轨的方式 来建置两座深海浮标 第四项是基本需求 就是所谓公务预算的这部分 我们简列了5000多万 那其中简列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五分三雷达的修复 就是它已经在今年要结案 所以它简列了4800多万 那么增加的部分 就是一些田中气象站 我们预计在明年 要把无期的气象站 搬到田中气象站去 所以可能要花2000多万的费用 那么人事费上面 当然也减少了 剥补劳工退休的准备金的 专付的差额大概2000多万 以上是106年的预算的编列情形 那么预期的施政绩效呢 一共有五月 我们把就是预期在明年能够发展出来的一些 做的一些工作呢 一些预期的绩效 当然这里面 第一个就是小区域的災害性的预警的预报系统 这是一直是我们最近几年在努力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样以雷达的计划呢 我们希望在未来两三年内能够如期完成 然后配合小区的资料呢 能够有一些灾性天气监测的功能 第三项就是卫星 国际上的卫星一直在陆陆续续 由于寿命的关系 所以它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发射 所以我们必须要配合这些新卫星的发射呢 有一些软体的建置 地震呢 当然最主要就是海南 还有地震预警的工作 要持续继续看看能有所精进 第五项就是飞机投入送 我们会按照预算呢 按照台风的特性呢 来执行这个飞机投入送的观测 另外是二十四处的朝卫站 这是海向的一些工作 第七项最主要就是我们 我刚刚提的 组组计划之一的自卫型应用的服务计划 第八项就是另外一个组组计划 海气象的监测 环境监测的计划 里面还是包括一些 一些暗机雷达 还有雷达鱼 还有这些扑风鱼 跟一样的态判的工作 第九项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气象 气象应用服务 在气象应用服务里面 最主要我们现在锁定的几个题目 最主要就是 譬如说农业水利 还有公共卫生等 这三个题目 我们在做气象 气候应用的推广 第九项就是落实 时空资讯云的落实 这个最主要是要完成很多 这个气候资料的数位化的一些工作 第十项 基本上也是配合政府 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的计划 所衍生的工作 最后呢 这是一百零六年 我们的预算跟施政的重点呢 这些我们当然 最主要是要提供气象跟地震的测报服务 与持续发展所需的 希望各委员 希望委员能够支持 以上报告 现在进行巡答 先宣告以下事项 巡答时间 本会委员8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 我们暂定10点30分 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 于10点截止 各委员如有提案 请于10点前提出 以便议事人员会诊 中午原则上不休息 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 政委员保清发言 主席我请部长跟局长 新局长 郑委员找 部长 这个每次放台风假 就造成很大问题 这个地方放了假 结果台风不来 就台风来了又没有放假被骂 那更离谱的是什么 隔壁放了我不放好像很奇怪 所以 我们知道上次台风 928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最先宣布放假是宜蘭 就 花蓮好像不放就奇怪了 明明就没有台风来 他看到隔壁放了 他紧张也就跟着放 然后这个花蓮放了以后 台东根本就没有台风 他看到隔壁放了 他又怕被骂 他也放了 所以 部长啊 这个已经造成台湾竞争力的下降 对不对 部长 有了 不然你去上台 我不知道你是暂时不暂时 确实 我们把它当成好像是一个福利的样子 那就会影响民众对这个的期待 那因为是有这个福利的共同期待心呢 通常就会选择放假 来顺从民意 确实会影响我们社会上的 你站着不站着把台风架收到中央来 来处理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越来越知道 台风其实会受到地方上的一些地形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条件上的影响 全面 而 第一个就是很严重就是他接到的信息时间不一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專業判斷還是在氣象局嘛 是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來 所以你氣象局發布的消息 他接到時間不一 所以他宣布的時間也不一 是 對不對 然後他也有地方政府承受很大的壓力 他不是做專業思考 他是考慮到別人有放我跟著放 我們現在盡量讓我們發布的時間是固定的 如果中國就是監督都會由中央來發佈 然後這個當然我現在也不是絕對就是讓中央 了解 比如說地方有特別的 比如說來我現在規定哪個縣市可以放假 中央統一來承擔這個責任 那麼因爲什麼 因為氣象局比較專業 來 局長你告訴我 好 我請新局長 局長來 如果說是把它劃歸由中央你贊成 你願意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這不是積業不是管理 這是責任 你願意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報委員如果說 把颱風架完全由氣象的條件來 來決定放不放 那當然氣象局是提供氣象資訊的唯一單位 那當然在這種方 如果是這樣用等號等過來的話 當然氣象局就必須提供更正確的知識 給 給 決定了 如果說由氣象局來宣布 你願意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我問你這一句話 你願意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現在這個 市人總處有 院裡面 都是我們的 總處講說 有 規定 你願意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當然行政院下令我們當然就要做 就承擔這個責任對不對 這個其實我們從1977年開始 一直到2000年 但1977年就沒有 那時候也落後 也沒有什麼避難架 颱風架都沒有 那麼是1977年又開始 一直到2000年 你看到 一直到2000年你看 整整23年時間都是中央決定 是2000年之後啊 才啊 改由地方來決定 那地方決定 中央決定的時候從來沒有亂過 但是地方決定就亂成一團 就亂成一團 所以部長 可以不可以去協調一下 這事情就由氣象局來承擔 我了解 當然院裡面正在整體性的思考 跟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我個人還是想強調 這個不是架 這個是它有需要 對啦 避難啦 避難啦 對 它需要這些避難 每個地方的條件不大一樣喔 不是啊 我覺得這個統一規定 部長 這個當然說 有極左到極右都不適當啦 對不對 我想就是說 放整個縣的該不該放 整個縣市該不該放 由氣象局來決定 地方發生重大的災情 地形特殊的 就讓地方自己處理 就像現在嘛 我們現在也有這種規定啊 雨下多大 地方決定 對不對 雨量不是政府在管 就由地方政府自己決定嘛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我相信啊 對於未來氣象 就是放你 不管是颱風架也好 放這個避難架也好 我想啊 就會比較精切一點 我想這個 我們理解委員的意思應該是說 氣象資訊統一發布 而且盡量讓它即時全面 讓它有一個標準化 對 有個依據 那至於說地方政府 它在斟酌一些其他情況 這樣的一個 您大概這個雙軌是指這個意思 那這個上面我們想 就是縣市的駕由中央來放 來決定 這樣的話 他這個縣市長嘛 我們承擔責任 為什麼承擔責任 因為你有這個專業知識嘛 你就知道這個裁縫到底會不會影響 這樣對不對 部長好嗎去研究一下 好的好的 第二件事我要這樣請問你 這個馬上就上台說 我們不要再講什麼 返回聯合國 就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參加民航跟氣象組織 是 現在有加進 局長有沒有 民航是有 最近才碰到一些狀況 對啊 氣象沒有啦 那也是我觀察人 也沒有加進 那馬上就分架機 沒有 氣象組織我們並沒有 沒有加入對不對 所以這就很悲哀嘛 你看到 那個颱風的命名 我們沒有資格命名 對不對 是 人家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菲律賓講說 他們的 這個女孩子名字最多 所以叫瑪莉亞 對不對 我們連命名的資格都沒有 那很奇怪就是 澳門跟香港有 連北韓都有命名權 是有十個國家 可以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我們不是氣象國際 為什麼不加入呢 被修理嘛對不對 不是修理的問題 我們曾經退出以後 並沒有 我們也曾經要回去 但是 這個努力還在持續中 我們就是 台灣就是氣候的孤兒嘛 對不對 我們不可以命名 不可以命名 那種特色的名字 比如說 欸 我們也可以命名字名 還是村交 命名望村 都還是烏雅灰 對不對 我們都沒有命名權 對不對 秋香 點秋香 對不對 我們都沒有命名權 所以我們是國際孤兒 所以中國 我們講血龍一水是假的嘛 對不對 假的 啊假的 他現在我們的氣象局又變了預算 交通部隊員被刪了對不對 到大陸預算被刪 結果我們氣象局繼續變這個預算 要去大陸交流 局長這有什麼意見 我想 兩岸的交流其實是為了技術跟資料的交流為主 沒有技術你要找比較高的嘛 找日本 日本每次都最準確啊 嗯 基本上 其實大陸現在的氣象技術跟科技的發展 並不亞於日本跟台灣 對不亞於日本嘛 但是他對我們惡意嘛 拍出兵嘛 但是他是跟我們最接近的 拿著槍對著你的頭說我們是兄弟嘛 這一項是我們是弟兄嘛 但是我們地緣的關係 兩岸之間的資料的相關性非常重 沒有啦我是覺得不用太慘了吧 慘了麻煩嘛 我們不要老是跪著嘛 他就變技人 我們站起來都不是技人 並沒有像委員講說去跪著 而是我們是在 平等附 way的原則下做這些事情 江東部被刪這個氣象 只要保留不要保留這個啦 你把那個氣的地方改變一下就好啦 這個氣的也是有編內證預算 有下問題,我們趨向級的準度怎麼樣?對颱風的預測的準度? 趨向現在這三年來,如果做國際性的比較,其實台灣、日本、美國跟大陸其實是在同一條線上 我們這樣說沒說到啦,來我們看到第九位來,來你幫我解釋一下啦好不好?我看不太懂啦 為什麼我們在72小時誤差值最高?我們在12小時最重要的時候誤差值還是最高?為什麼? 我覺得颱風有牽涉到個別性好報跟難報的問題啦,那當然這裡面這只是一個統計的數字啦 你告訴我數字顯現什麼意義啊? 其實這裡面的差異還是都在誤差範圍裡面,你不要看說有72公里或70公里或30公里 我告訴你喔,你去摸彩摸到一個大獎,這是運氣啦 如果你每一次都是摸到最大獎,這就不是運氣了喔 這可能是作弊,也有可能是什麼,就是他對摸彩的技巧特別好,對不對? 那個大獎每次都吃,都出現諾貝爾獎得主,你為什麼會運氣好呢? 如果出一個可能是運氣好呢?如果每一次都是他們得諾貝爾獎,那個就不是這樣 我們每次都摸第四名、第三名 沒有,跟委員報告一下,這是連平均啦,這是把很遠很遠的颱風都算在裡面 連平均就表示我們有問題嘛 這個有些我們不要更關心在影響台灣的颱風 我跟你講就是要改進 是,這是永遠需要的 我們在72小時最遠的時候我們是排第四名 到了剩12小時還是排第四名 但是24小時我們還是不錯的 對啊,但是最金的跟最金的都輸人嘛 所以這個要改進好不好 是 我們都經過分架幾個說我的很好,就沒辦法嘛 所以造成的每次颱風假一來,縣市長說你不準 你就說沒有,我報的很準 這是吵架嘛 所以誒,我現在說是一連貫的東西 對我們要加入跡象組織還要打拚一下 好,謝謝 謝謝,您的勉勵,謝謝 現在請趙委員鄭宇發言 謝謝主席,請新局長 部長你不用 請新局長 委員長 局長長齁 剛才我們鄭委員講齁 這個 氣象不準齁 然後 命名也沒有能力啦 那 講了半天 然後放假 部長說不叫做颱風假 那叫颱風日嘛 我想那個叫看電影還有逛街日 這個 如果不準的話 大家都那個都擠爆了嘛 那 今天為什麼要颱風日 要發佈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颱風來嘛 我們這個地形的原因嘛 那大家可能上班上學 在這個路程有沒有 會發生一些意外嘛 那今天放這個假 放這個颱風日 不要說假 這部長說不能說假 這颱風日 這放不對的時候 我想對我們影響很大 放對的時候 人家說你很準 搞了半天就是 剛才講的 你今天 兩千年以後 都是地方來發佈嘛 就十幾以上陣風嘛 最大陣風的時候 看那個 我們的首長 願不願放假 那一個看隔壁放 我又不放又不行 又被人家罵 那講了半天也是一樣 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上次講的一樣 我們中央能不能 拿回中央來 再跟人事行政局總處 協調一下 那今天講到準不準 那我請問你一下 有一個叫黃玉維的 你知道不知道這個人 黃玉維啊 這個叫氣象達人 這不是姓欣喔 這個姓黃 黃玉維認不認識 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這個 他的粉絲有多少人啊 55萬人 這個是氣象達人 這個是賣咖哩餐廳 一個老闆 那為什麼大家都叫 那個氣象神算 請問你們的粉絲有多少 你們這張氣象局 百萬 百萬啊 他大概快你們一半 55萬人 他是拿我們資料去做延伸 對啊 你講對的 所以頭還是在我們 對你講對的 不管他那個 你們的雷達反射 還有什麼風向風速 雨量 他們都是拿 他都拿你的 所以這也是政府在做 民間氣象產業的 培植的一部分 也是希望頭 由中央來做 但是加值跟服務的部分 是由氣象民間的產業 來去做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搭配的話 對於 民間的接受 普遍接受 氣象資訊 會有更大的幫助 我想這是我們的政策 主要你講我都同意 謝謝 但是 人家為什麼比你們準啊 對不對 準跟不準 其實是 不能用加 因為頭還是在我們這邊 他講 你講的半天頭是在那邊 分析是他分析 好 那你現在 我看你那個 你的那個預算 是 21頁喔 欸 你聘用14個人耶 是 你縣 你編制內12個人 對 對 對你也知道嘛 是 那你聘用14個人是1200多萬 是 的預算 是 那你正式編列也是1225人 才多個十幾萬而已 是 那你編 你為什麼聘用的人要那麼多 聘僱的人要那麼多 因為他們都是針對專有的題目 在固定的專業的 的 的計畫下面 去 那你為什麼國家考試的人不早 不記多一點 因為 這裡面就是 其實國家考試進來的 我們說實在 他的 他的薪水上 還是會有一點點差距的 當然是比較高一點嘛 因為高階的人 高階的人 他有時候是不太願意 願意 當公職 聘用的 他一定是 不是黃新國企吧 不是 不是 一定是專業的嘛 對不對 是 是 經過嚴格審查的 我相信你都是專業的 是 那你專業來說 你說民間的 他算什麼專業 黃先生 黃玉維他是不是專業的 你覺得 他在氣象加值方面 當然他是有他一定的專長存在 但是他 他能夠加值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做了很多好的預報 他才有辦法加值 這好的預報 其實 除了氣象局 正式人員用外 約聘人員也是我們的角色 我今天不是講的 我今天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 是政府單位 我們的 準確度 還有我們的那個 那個 講一下信用度 還沒有一個民間的人來 所以 局長我們要多加油 是 搞不好也可以配合他 也可以找他 你不是說民間都可以用嗎 都一起 把他抱準是最重要的 是 我想這個 大家對這個 我們的氣象局 都是非常那個 講了 最近我剛剛 不是有跟你講 你越來越有一點效率 是 而且有點準 謝謝委員 再問一個那個 地震 那個 偵測器 是 我想像我們的高鐵 是做得最好 是不是 高鐵 因為他這個速度因為很快 他是 地震偵測器 都比較 用的會比較好 那其他的有沒有 其他的 那個大眾的運輸工具 你有沒有用 其他 我們台鐵啊 有 台鐵跟我們有一個計畫 捷運有嗎 捷運 北捷運 是跟我們的 地震預警的系統是連接的 那桃園捷運有嗎 桃園捷運 因為現在才在蓋 高雄捷運 可能這個都 以後都會納入我們 我想局長 不能說是 那個高鐵而已 台鐵 還有那個 我們的那個 大眾運輸工具 尤其是捷運 最多嘛 它也都是 高價的公路 像我們的 十八標 還有我們的五陽高 有沒有 那個都屬於 高價的公路 這都很危險 如果這邊 地震來的時候 這些設備 沒有預警的 那個能力的話 沒有通知他們的話 會造成非常大的 那個傷害 我想 那個局長 這個你要特別 要注意一下 是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 我們有區域型 我們有一個叫 那個限定型 和區域型 是 那個區域型我想就是 你們一般固定的 是 大的那個 我們的都會區啊 或是一些重要特別的 那限定型呢 我覺得非常重要 尤其我們的 像我們學校 是 我們的學校的 大部分都是舊式的 是 一種建築物 有一個走廊的 為什麼現在蓋的房子都沒走廊 不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921大地震 這個走廊式的 就像骨牌一樣有沒有 它全部倒 那學校也是一樣啊 你叫小朋友 躲桌桌子 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那個限定型的 尤其這個地方 像醫院啊 學校有沒有 還有我剛剛講的 高價的公路有沒有 那個 高價的公路 一定要 要裝這個限定型 要有一個 10秒鐘啊 有沒有 讓這個小朋友 讓這些學生 還有民眾知道 欸 因為我現在這個 地震要來的時候 有沒有 我是不是要停住 尤其是高價 那個公路的時候 有沒有 或是學校的時候 有沒有 你不能躲到 可能有時間到操場上去 有沒有 這個限定型的 這個 偵測器 是非常重要 居長你什麼時候 可以完成這個 不 我要跟委員 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 現在地震預警 當然有所謂的 這個限定型的 有所謂區域型的 那氣候局 現在目前著重的是區域型 我知道 以後未來 跟限定型的 會不會結合 這是一定的一個方向 最主要是 還是爭取時間 但是 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 限定型 用一個站 用非常少的資料 去要去做一個 很大的判斷 他的誤差 跟他的誤報率 是非常高的 但現在非常很擔心的 就是說 用限定型做預警的話 就像有一點像 你只看到一個手指頭 你要去拆這個人的體重 我想基本上 誤差是非常大 你看到一隻手 你可能可以拆到他的體重 所以 為什麼我們希望能夠看到 手背再去拆他的體重 這裡面就是可以解釋 為什麼 我們是朝區域型在發展 是穩定 而且是可以用的 那麼我們也會 會嘗試 會去接觸 限定型的 納入我們的 這個區域型裡面 做一些 特殊例子的應用 我想這 這是我們會結合 往下發展 為什麼我給你那麼多時間講 區域型和限定型 因為很多民眾不懂 是 不了解 是 那你區域型的 我剛才講過 你是比較精準 而且你花的設備 會比較好 可能 就剛才講 大都會區一定有用 我現在跟你講說限定型的 因為 限定型你要結合區域型的 為什麼我剛才講 學校啊 有沒有 這個高價的公路 我剛才再強調一下 這些 你限定型的 你的設備 可能比較簡陋 但是比較迅速 可以快一點 有沒有對不對 你趕快裝了 然後連結我們的區域型 讓我們民眾 尤其是我剛才講的這些 有沒有 比較集中 學生 有人員比較集中的地方 比較危險的地方 能及時 你也可以中央有沒有 你馬上中央氣象局 馬上知道有地震來 有沒有 趕快做預警的功能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你一直講說 那個準不準的問題 你不要說看到手指 我跟你講 那古時候看到手指 就知道這個女的漂不漂亮 你是不是 那手跟那個大象一樣 你說她是美女 那怎麼可能 我們會盡量 當然是去看手 手好看就 你不能這樣子比喻 你哪一個人有看過手很漂亮 手很漂亮 他長得不好看的 沒有吧 這個 不能這樣子比喻 我們也會加強 這個限定型和區域型 一定要結合 我想這個限定型 我們要多裝一些 我剛才講 學校有些學生 我真的很擔心 像你看 我們南部的大地震 有沒有 這個六級多有沒有 那就很危險 如果那邊的學校 你看 今天還好是倒大樓台南有沒有 他如果倒學校的時候怎麼辦 對不對 那學生這麼多 我覺得齁 這個局長你要特別要加油一下 是齁 謝謝 所以可以查這方面的努力 現在請 原委員寬衡發言 主席 各位列席委員 主席 各位列席委員 主席 先針對上一次的質詢 就是 再一次的詢問 就是 氣象局有沒有 氣象局在上次的時候 上次的質詢當中 針對 低震時的這個訊息回報 有說明病說要盡力 縮減回報的時間 不曉得現在的成果如何 我都瞭解現在我們當然都有很多這個發佈的對象 那當然在時間還有對象的普及性上面繼續努力 我請新局長跟您做說明好嗎 好 委員好 我想在地震預警這部分 我們現在對於這個沿海十公里內的這個地震規模大概是以上 基本上十幾秒我們就可以掌握 我想這個可能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尖端的一個技術的成果 那十幾秒可以掌握以後透過預警大概二十秒左右就可以到達用戶 一些緊急用戶 包括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有四千多個用戶在使用 包括國民中小學還有一些高中還有很多政府的應變單位 譬如說消防局啊或者是高鐵啊這些單位 就是說全國總共有四千多個單位直接在使用 沒有辦法很普及 這個因為牽涉到傳輸的問題 我們評估過我們這個量 一秒鐘內要把它資訊傳輸出去 大概是大概在六千左右 一秒鐘內 現在全國4G的使用量是多少 現在全國當然這裡面 我想剛剛沒有講完就是說 有幾個是所謂的中間的界階的 所以有幾個業者他收到我們資訊以後 他可以做廣播 對他的用戶做服務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樹狀的方式可以來 來讓這個整個層面去擴展 我想朝這個方向去做 我現在用戶我猜應該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啦就是說像你說的使用戶大概四千多戶 這比例太懸殊了啦 這個是工的單位 從十公里外面發生 之內發生的地震十幾秒可以 可以預測 然後這個完成通報二十秒的時間 但是他到了我們 我們國內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盆地效應 會造成這種 這種 這個他們量能會增加嘛 那所以你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辦法告訴北中南東的區塊 會他們可能承受的 你二十秒鐘才有辦法發布訊息 那接收者使用戶接收到 他也沒有辦法很精確的了解到 這個地震會造成什麼樣的災害 這個其實都在那個套裝藍體裡面都有講說 在任何一個地方他可能遭受的震度 情況是怎麼樣 當然由震度就可以去預估 你這個地方可能會遭受到 什麼樣的一個破壞的情形 我想那個針對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颱風預警 一個機制通報要如何改善 因為上次我們在上次的質詢當中 也有提到說 我們氣象局的這種播報跟說明 民眾並不是很了解 你說五級陣風跟七級陣風 那大概會知道說七級比五級大 但是不曉得說五級是什麼規模 七級是什麼規模 他根本 他不曉得怎麼樣去做防範 我做的這種防範跟力道跟措施 能不能 是不是對等的啦 對不對 我認真做努力做做好之後還是 因為他不理解嘛 做了五級的可可以應付五級的規模 結果來了七級陣風 一樣就是等於是北周崗 而且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失更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我想要針對這個部分 你們說會做出檢討跟改進 但是我看我們的這個氣象預報 跟這個還是一樣啦 不夠白話嘛 說的都是就是說 一樣都是用了一套很自私的這種播報方式 沒有一種相對比較 不是說北中南東 我們並不是說什麼樣的差異 而是說可能收看這種播報訊息的這個 這個鄉親觀眾 他的語言的文化程度不見得相同 理解力不見得相同 你說你都用國語講 還是都用一樣的這種方式講 他可能不是很能夠理解 更白話一點 有相對的比較這樣子好不好 可以嗎 好我們也會盡量到一方園 用更口語化的方式 要求這個各家媒體啦 就是說他們要怎麼樣來 你們是主管機關嘛 是 我們加強 也要規範他們 有時候新聞預報 他們為了要增加收視率 還是說會特別聳動 用了字眼特別的 這個讓人家會感受到驚嚇 會要吸引目光 這個也是要規範啦 那另外就是說 台風架的部分 剛剛很多委員都有提到 台風架的這個 它的一個放假的基準 到底是 現在 現在是各地方政府 在做決策嘛 在做決定 那我們西洋局我們交通部 中央機關願不願意把這個 權力收回來 由中央來統一做裁決 這樣子做是不是可以更精確 報委員這個台風架 其實不是真的不是一個架 它是一個災防作用的一個 一個權宜措施 我的理解我當然知道 大家普遍的就是台風架 所以他應該基準在一個災害 可能的災害來去做 做他的放假的一個基準 那麼氣象資訊只是研判 可不可能造成災害的參考資料之一 所以我覺得說這裡面當然 由地方政府他比較了解地方性的事情 所以由根據這個氣象局的資訊 去研判他這個資訊在 縣市政府裡面 他的管轄範圍裡面 能夠造成什麼樣的災害 來做他放假跟不放假的這種決定 是因為地方政府真的比較了解還是說 那你的意思說地方政府的專業能力 比我們氣象局更強 氣象專業當然是氣象局 而且每個地方政府 他都有所謂的協力機構 他會幫他解讀氣象資訊 在那個縣市政府所發生的這種效應 所以在現在這個制度裡面 我覺得基本上 按照你這個說法 就是說你把資訊提供給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的首長要去承擔這個政治責任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你讓他自己做決策嘛 他的專業能力又沒有你高 所以他就以他地方政府的首長 他認為說放假會得到更多掌聲 他就放假 那不放假的話 會得到掌聲他就不放假 是這樣子嗎 那這樣子就變 這不是一國兩制一國三制 我們有22個縣市 那就22種管理方式喔 對 委員我想我們絕對沒有把這個政治責任交給地方的意思 但是這個颱風的這些災防有的時候是預先的 有些是後來的 比如說假如說地方上面有一些橋樑中斷 那麼這個情況下很多人不能上班 或者需要去搶救家裡面的狀況 類似這樣的事情 其實地方政府的首長可能更能夠判斷 雨量啊 風數以外的事情 這些事情 綜合性的其實是很地方的啦 那我們當然應該有責任把您剛剛所提到的 不管是風數或者雨量呢 做最即時的且最標準的這個提供 但是有些地方上整體對於救災或者是避難 該有的一些判斷呢 恐怕地方首長還是有他的更多的了解啦 不是要把政治責任給他們啦 不是啦 部長 其實這樣子就是說 到底針對這個颱風放假與否 還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啦 就是說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做決定 那但是他參考的依據是中央機關提供的資訊 那這樣子是多頭馬車呢 你變成說 好 那也有很多是誤判啊 對 有很多是無風無雨啊 放了颱風架是無風無雨啊 是 對不對 那假設剛剛放了颱風架 然後剛剛我們趙偉雲說 是這個颱風架就是看電影啦 然後去逛百貨公司 那現在颱風架 颱風架變成百貨公司也不能營業啊 那電影也不能營業啊 那你讓這些人幹什麼 那他看電影也 不要說違法 就違規啦 那業者 就是說業者 加班也違規嘛 所以現在我覺得 真的是這個很錯亂啦 那另外啦 不要再重複這裡 我想希望就是說 到底 這個權責應該是中央機關要自己拿回來 來做決斷 所以現在院裡面正在做通牌的感覺 不要讓鄉親喔 無所是從啦 瞭解 到底是北部的鄉 北部的 到底是今天如果又碰到颱風 那被放假的 的城市 跟沒有被放假的城市 那心裡做有感想 對不對 那假設又是誤判 那那那 誤判的話 那這些被放假的這些 這些城市 他們這些業者 他們這些被強迫放颱風架的這些 這些廠商啊 業者啊 他們要向誰說去 要申請國培嗎 是啦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統一規定 也有它的這個限制啦 瞭解 另外齁我們在針對這個 呃 我們上次有提問 超級電腦的部分齁 超級電腦 我記得 局長你說 我再一分鐘就齁 局長你說那個超級電腦 呃 短期內不用再更新 齁不需要再更新啦 但是我看到 我們的預算書裡面 你光是這個儲存系統 就編了2630萬 那如果包含那些 呃 處理器啊 硬體啊 總共是7000多萬 那為什麼會 你說不用擴充 為什麼又要這些費用 所以我講的更新 就是它一代一代 我們的一個 一部超級電腦 大概用6到8年 大概只能用6到8年 但是超級電腦 旁邊有附屬的很多周邊設備 是必須要一直在增加的 譬如說這個儲存系統 因為超級電腦 運算出來的很多很多 數值的模式的資料 是非常龐大的 必須要能夠有足夠的空間 去把它儲存下來 所以必須要有這方面的支持 所以你現在 但是你現在是 上次講是不用嘛 現在你我看到 預算編了7000多萬嘛 那你上次不能 那個不是超級電腦本身 那你上次不能 就是硬體跟軟體的擴充嘛 對不對 對就是資料量太大 必須要再去出 另外一個像 我們說那個 那個投落送 投落送的那個 那個 叫做 飛機觀測 飛機觀測 那你們 我看到你們有一個租金500萬 500萬租金 這個租金是要向國防部租借 租借PC P3反潛機的費用嗎 沒有沒有 這是漢翔公司的 還是漢翔公司 還是原來使用的 那你不是說 我記得你說你 租借漢翔的這個 觀測機有很多的限制 並不符合你的使用規範 為什麼還要繼續用啊 不過現在台灣只有 如果民間的話 只有漢翔公司的飛機可以飛 這個 它的限制就是說 漢翔這套飛機必須要去改裝 你有承諾說要向國防部來 進一步的 協調這件事情嗎 但是我沒有看到有什麼作為啊 對不對 現在正在才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現在正在跟國防部在協調 我們準備要開會協商這件事情 好啦 現在時間到了 好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現在請政委員運鵬發言 主席各位社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麻煩 部長跟新局長 請部長 局長 政委員好 部長局長辛苦了喔 今天我們氣象局的業務 大概是唯一一個交通部所屬 跟美國大選無關的 上禮拜看棒球 這禮拜看大選 好像搞得好像台灣是第五十一週喔 很熱鬧 那首先我要跟部長 補一下進度啦 因為之前有幾次的報告裡面 部長不在 那但是後來都有成果 我想要對交通部所屬 表達肯定喔 第一個是 現在大家找得到中央氣象局了 那部長可能看不懂這個意思喔 上次我們氣象局有幾個 臉書的網站跟APP 那被我們發現說 其實上面都沒有掛中央氣象局的名字 所以我們在這些資訊的網站裡面喔 或網頁裡面 其實都搞不太清楚 哪一個是中央氣象局的 會變成很多達人 很多熱心的朋友 他們的資訊 大家會以為是氣象局 報錯了罵氣象局 報對了也沒有人感謝喔 所以這個現在已經都改過來了喔 那後面都加了中央氣象局 我想這個證明才會有效 那既然說我們自己做的系統喔 一定要被使用被普及被認知 我覺得這才達到百分之百的效果 所以這邊本習師跟氣象局表達肯定 那還有一個 嘿那這要請局長再看一下喔 現在的APP上面 我們去找的話 還有一個叫中央天氣預報 這中央天氣預報寫中文 我會認為是中央氣象局 那這個不是嘛對不對 局長沒有錯嘛 那反而是劇烈天氣監測系統 跟生活氣象這個是對不對 這個部分你們也去處理一下 好不好 所以不需要讓人家下架啦 但是我覺得 這個讓人家知道是中央氣象局所屬的 我覺得在這個軟體 大家用手機 可能說不定比PC還多 這部分還可以加強一下 不要讓官方的看不出來好不好 好那另外也感謝我們今天媒體朋友的報導 也跟部長您報告一下 上次我在測試的時候是次長來 測試那個台鐵官方的訂票系統 手機版的 他的確是賣了民間版用台鐵資料庫 賣了大概十幾倍啦 人家兩秒做得到的 然後台鐵硬要花20秒 現在都改善 不到三秒鐘 就可以完成查詢 所以這一點本席要肯定 謝謝 因為一天大概我看了一下台鐵的售票 大概五六十萬張以上 所以我相信越來越普及這個 系統的即時性 然後不輸民間 我覺得他對他的普及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跟部長也報告一下 那部長您可以休息啦 我們也希望說 後來我們所挑到小毛病的系統 都可以建置得更好 那今天我跟氣象局討論是兩個系統 一個是地震即時警報系統的建置情形 另外一個是雨量觀測的系統 那局長如果其他我們主管需要上來的 就隨時來 那個 局長應該對這個即時 地震即時警報系統應該都知道嘛 他的建置是這樣 你們整體上都建置完了對不對 基本上架構跟算已經雛行結束了 雛行結束了齁 所以現在是應用階段了 對應用階段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都用得到 是 那我們現在再釐清一下 地震還是沒有辦法預報 對 但是我們可以 因為它地震會往外傳嘛 是 我們可以知道有地震之後 趕快去通知 是這樣對不對 包含說後續有可能發生了海嘯 是 所以我們中央氣象局建置完這個系統 那希望透過教育單位 學校啦 或其他單位 然後趕快通知他們 爭取到十幾秒的 然後可以疏散 這樣沒有錯齁 這就是你們的Q&A裡面下的 畫的架構圖 來 那來跟您報告一下 這個是我們需不需要付費 我們希望普及嘛 對 所以你要接收我們強陣的即時警報系統 也需要 對不對 它只要有一台 主機 不需要付費使用軟體 有一台可以網路連線的主機 再配上它的廣播系統 應該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是 局長也沒有錯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先來看看說你們的普及率如何 是 尤其是跟我們的學校單位 那個局長你看一下這個數字 是 我們幼兒園的部分 只有11家連線這個對不對 是 普及率 總共我們幼兒園是 兩千 六千兩百七十二家 是 小朋友最幼兒園最難管喔 就11家 普及率千分之七 百分之0.17 這個數字讓我很擔心 是 你去看國小 接近百分之百 國中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 是 那高中以上大專院校大概50以上 他們大概可以自主啦 是 幼兒園很難打 這些小孩子遇到地震 他可能會怕 那個是反應 但是你要管制一起疏散 真的是沒辦法 是 那在這一點上面局長 我不曉得說你們11間 是因為剛好跟國小連在那個 合署的 合校的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普及率這麼低 是不是可以局長說明一下 我可以 我覺得說明這件事情 可能要 一點點時間啦 我希望委員能夠忍受 沒關係請說 因為把它說清楚 可能大家會更了解 地震預警是我們做完系統以後 把它送出去給人家 對 送出去給人家 我們當然十幾二十秒就可以收到 送出去給人家 一種是廣播一種是 sequential 就這樣才傳資料 那現在沒有所謂的廣播 在網路上沒有所謂的廣播 所以 所以必須要有 destination 就是你的目標 目標來接我的東西 就是他的 師傅提接上去 那這跟幼稚園跟國小有什麼關係 我的能力 現在網路上的能力 一秒鐘 我們再講四十秒 一秒鐘大概只有六千個單位 量 對 那麼當初我們在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就以國民中小學 做為我們的 儲行系統的發展 你不會覺得順序錯了嗎 最難教的是幼稚園 但是 國民中小學 然後你那個六千應該先放在幼稚小 年紀小的不應該放在年紀大的啊 就人數來講 國民中小學可能會多於 幼稚園的人數 但是反應速度跟 他的訓練能力是 應該是越難去管理的 應該你要越注意 不是這樣嗎 這是幼稚園去控制的更難 你這樣說明 我大概可以了解 反正六千嘛一秒嘛 是 兩秒就一萬二嘛 是 所以這應該不是問題 呃 除非要接受兩秒的問題 對 好不好 可以接受到兩秒 所以部長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合理吧 包委員我們其實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 我們有跟十幾個 就是所謂的電腦或是通訊公司 我們資料給他以後他來做 做做做做 做數狀 好局長我覺得技術問題不是問題 對 即時通知才是問題 是 好不好 幼稚園應該是要最先被注意的 反正後面就建置完了 你應該回過頭來補這邊 那也不要去告訴大家說 這不是交通部也不是中央氣象局是教育部 是 私立的當然幼稚園在私立的比較多 但是這個還是要建置起來好不好 你們看能不能花一兩年的時間 把它完成 電腦都不是問題 是 但是你要去教導還是要花很多人力 我剛剛所說的 系統都做了 是 沒有普及就是沒有用 好不好 這一點要注意 部長這個也請您督導 好不好來下一張 我可以看一下日本他怎麼教育的 花一分鐘 那主席不好意思可能會佔到一點時間 看一下一個小影片 這支城 上次的他們的那個地震也是受災 他幼稚園是怎麼樣訓練的 你看他們小朋友要先教育 然後地震會帶來這個金坡就是海嘯 然後做訓練 這沒有聲音嘛 警報來了 小朋友 幼稚園小朋友要去訓練要去躲 他們平常都會做了 然後上網去公開這些影片 那我們拿下來了 對 幼稚園要去教導 這些我剛剛國中高中 他大概自己都可以做了 是 你還要戴帽子 做得很完整 很可愛 他們連避難的時候都還蠻可愛的 然後他們就訓練完之後 先躲完地震 之後帶去疏散 再去疏散你可以看一下日本做得多完整 雖然這不是我們局裡面的工作 他們連怎麼逃難的 都用溜滑滴比較快 金觸味 所以這樣整套系統才快 從你的預警到最後疏散 好不好局長請您參考一下 好 謝謝 所以我跟建議是這樣 然後系統做了就要用 要用的話我們不管說 反正就是政府 不管是什麼機關 然後再幼稚園要優先建置 所以你高中部分還有50% 我覺得那個還好 但是幼稚園好不好 因為私利的多 所以困難也比較多 好 再來是雨量資料的建置 好下一個 我們現在我們氣象局有連線了在880站 屬於你們的是550站 然後其他是台北市啊 水保局這些沒有錯吧 加一加大概329站 那台北市政府跟你們連線49站 我們發現一個趣味的問題 你們好像地方政府除了台北市建制之外 全部都不連線 這158個是漏網之魚 那現在你們需要 你們要建立的是 區域性的 然後的相關的一些 氣候也好 雨量的系統 這邊不連線 你們跟我們講的問題 大概是這幾個了 是 沒有專線 第二個 它的設備要每年維護 地方政府不一定每年維護 再來是說 你們要24小時作業 而且每10分要傳輸一次 這158站裡面可能不符合你們的標準 可是它總是資訊嘛 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資訊錯誤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困擾 但是你可以分開來啊 應該這是運算的問題啊 你沒有連線 就表示說有些缺嘛 有些地方有缺乏嘛 那你不可能在旁邊再架一個嘛 那地方政府會在那個地方架 譬如說桃園架了兩個 台中架了28個 表示它對地方的施政來說是有意義的 但是對你們來說 你只是要說資訊會有錯誤 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158站並不多欸 其實只有一個站兩個站 我可能要花更多更多的時間 去把它的資料融合到我的系統裡面 所以你們完成 資料 知道是你的錯還是他的錯 因為我是 我們可以用面來去教驗點的資料 嗯 所以那你要去教證他 那這樣到底誰的沒有意義 而且他的資料傳輸 有沒有辦法傳輸到 傳輸到中央來 結果他傳輸的頻率 他儀器的準確性 都是非常要花很多時間 局長你們多數的預算是在做 資訊的跟科技的進步 是 這一點我覺得你放了他158站 大家資料不統一 地方政府也沒有那麼多專業人力 是 你們應該想辦法去跟他們 校正一下 不然各做各的 他有可能是對農業的 對 他也有可能是對防災的 我們逐漸來把它納入系統裡面 好 這給你們一些建議 謝謝 還是一樣你們 要避免重複浪費 對地方有意義 對你們中央有意義 那再來是你要盡量去善用 好不好 不用去分那個地方跟中央 不用去分他系統 舊還是新 我們盡量來 納進來對你們不會有壞處 你可以把資料分兩個資料庫 去公布就好 好不好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昆哲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主席請下新局長 還有地震測暴中心郭主任 請新局長郭主任 還有委員長 新局長您好 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 是我們政府基本的責任 是 有關於地震的這樣一個災訪的告警系統 其實在2011年福島發生重大地震之後 在2012年我們在交通委員會就提出了 要建立這樣一個地震的速報 預報的一個系統 是 那剛才 局長也提到有關於 限定型跟區域型的一個差異 那討論限定型跟區域型 必須先討論正坡 是 就是這兩種正坡 P坡跟S坡 P坡就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是 它的秒數大概是7公里 是 但是它的破壞力沒有那麼大 是 最嚴重的是S坡 是 S坡的 它的速度比較慢 它的秒數大概是4公里 是 但是它的破壞性很重 那 P坡跟S坡 限定型最重要的 就是它能夠立即的偵測出P坡 是 速度非常快 是 能夠立即的發出相關的警報系統 是 那 區域型的 是要還要做整合之後 它的 播放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是 如果以這個日本為例 日本相關的地震的這樣一個告警系統啊 它至少會發送三次 是 第一次是2至3秒的時候 它立即發送相關的地震的這樣的一個預警 因為 2至3秒它其實發送的就是P坡 它速度很快 它立即偵測 讓人民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地震來襲 到5至10秒的時候會第2波 到30秒的時候會第3波 是 讓 日本的民眾有充分的時間 能夠做災訪的一個預警 有 黃金的時間 也不是足夠的時間 就是黃金的時間 能夠去 對於自己生命財產一個基本的保護 是 那我們現在 台灣的主要還是區域型為主 區域型為主 當然 我們也有配合 限定型的 但是還是以區域型為主 那區域型的問題是 我們是要到15秒20秒之後 才會發送這樣一個地震的相關的訊息 給我們的民眾 這樣爭取時間 所以我們變成是地震速報而已 而不是地震預警 這個地震預警是在2、3秒的時候 批波一發生的時候 立即偵測 他就能夠告訴民眾 雖然他也有 失誤性比較高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 這種 爭取黃金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請局長簡單說明一下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日本現在的做法 跟我們現在的做法 跟我們現在的做法 是一模一樣 有第一報 第二報 第三報 第四報 當哪一報開始比較穩定 才開始對外去發布這個訊息 氣象局也是這樣的做法 做法都是一模一樣 因為學理是一樣 學理在內 大家的做法其實都是一樣 這個缺點跟日本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區域型為主 一樣一樣 限地型為輔 但是日本是複合式的 這樣一個即時的地震 沒有他基本上 氣象廳的預報作業 也是以區域型為主 是完全一模一樣 他的兩秒 他三秒 或是幾秒 也是在那個小區域裡面 收到資訊以後 他開始就對外發布 小區域非常重要 部長 局長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 地震的側報 最主要是 這50公里內外的 一個重要的區別 我們現在的 發送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區域型為主 或是限地型為輔 我們現在目前氣象局的 這樣一個地震的災防 告警系統 他的缺點就是說 你對50公里外的 你有15秒至20秒的 一個告警的一個訊息 但是50公里內的 這樣的一個 日本一樣 震災發生 我們今天台南 台南的大地震 就是50公里內 震央這個為主啊 是 日本也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技術 沒有辦法突破的一件事情 用限地型的 就像我剛剛 剛剛那個委員 也解釋得很清楚 用P坡 你怎麼知道 P坡後面帶來的 S坡有多大 這是問題 因為真正會影響的是 S坡 你P坡即使找到了 已經早就知道說有震動 你只知道有地震 你不曉得地震有多大 說明是一個非常小的地震 但是你就發了預警 可能會造成很多 但是這個預警 就是讓民眾知道有地震 但是如果是一個非常小的地震 局長 我現在跟你討論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以區域型為主嘛 是 限地型為福嘛 是 那日本是區域型跟限地型的一個 複合式的 它的一個 它基本上也是 地震的預報的一個系統嘛 它基本上是限地 這個我們還是有相當多的問題嘛 我們的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當然是規模五以上 震度四級以上就是地震速報 那規模四以上 震度兩級以上就是地震報告 其實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其實都是報告嘛 都是地震之後 15秒20秒之後 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有這個地震而已嘛 如何在即時 能夠讓民眾 來了解地震的來臨 不管是P波X波 這樣的一個速度快跟速度慢的X波 能夠去整合 這是我們目前地震預報 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所以目前大概到22世紀 才會有更準確的一個預報 對不對 地震的報告對不對 期待在22世紀 那目前現在 越南泰國 土耳其 希臘 日本韓國 都有限定型的這樣的一個 預報的一個系統啊 這好像也都我們台灣也發展非常快速啊 我們在地震預警的發展上面 一直是全世界最前面的幾個國家裡面 我們的研究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的實施政策的實施是有問題的 我們在這一部分其實是有實施帶動研究的 我們也是日本311地震發生之後 我們才去 在交通委員會一再的 我一再的要求你們趕快建立這個災訪告警系統 其實到目前我們還在測試階段啊 報報委員 這個測試的問題還是在 目前測試區域還是很小啊 報報委員 你看 就是在石定 或是陸谷 中部的陸谷 或是南部的車程滿洲 還是一個很小的村裡 現在才慢慢在我們要求之下 現在才慢慢的擴大測試的範圍 速度太慢了 是我們加強 但是我想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地震預警的作業 其實我們是領先日本 我希望大家能夠相信這一點 現在缺的只是說 預警作業以後 怎麼把這個資訊傳到外面去的這一段 台灣是一直落後日本 我想現在談的問題是後面這一段 局長我就提醒你嘛 我們的研究不會輸給日本嘛 但是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還是輸給日本 我們現在限定型的就是只有新北市 還有台南的部位學校 還有一些面板產 或是半導體的公司工廠 才有做這樣一個限定型 那怎麼去讓它成為一個 複合式的一個預報系統 是我們氣象局重要的工作 那我現在請教一下局長 在過去我們對於颱風的預報 我們算是大聯盟等級的 這個我肯定中央氣象局 但是這幾年來 原本在小聯盟的韓國跟中國 也極其之罪 他們現在也幾身大聯盟 我們會不會變成小聯盟 這個氣象的颱風的預測 我現在請教你 我們現在颱風的預測 跟世界各國主要的氣象單位 差距有多少公里 請簡單說明一下 我想以這三五年的資料來做統計的話 其實台灣大陸美國跟日本都是在大聯盟 我們上了大聯盟 我們就不會進入到小聯盟 這是一定的一件事情 因為技術跟經驗都在這裡 而且我們人員的培訓 跟我們的環境跟科技的環境 其實都存在在這個地方 不在進就會到小聯盟 人家都進步了 現在就是說 你由小聯盟上到大聯盟是比較容易的 你要大聯盟要留在大聯盟 當然是有一定的難度 足球、甲族的都可能變成遺族 你最後一名就變成遺族了 這我可以跟這個委員掛保證 我不是政委員 我是李委員 沒有說跟委員保證 這個我們是不會從大聯盟進到小聯盟 好我現在問你我們颱風的波暴 路徑一報 路徑一報24小時 我們現在差距幾公里 大概到80 就是80公里左右 這四個國家都在80公里左右 都在80公里左右 對 相差的兩三公里 其實都是在誤殺範圍裡面 颱風有好有好報有難報 有的它好報有的我好報 其實如果是平均來講 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如果把每一個颱風都拿出來看的話 有時候它好有時候我好有時候它好 大概是它固定的時間都會分段的隔送 大概都是30分鐘對不對 是30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氣象局也在加強我們自己的海嘯的一個增設 我們在花蓮外海的那個浮標 現在計畫跟進度如何 那花蓮浮標在現在已經佈設完成了 現在在做系統的測試 大概預計在明年我們可以上線 現在浮標會有幾個 現在目前花蓮外海有嗎 現在花蓮外海的浮標其實是觀測用的 我們是準備在後兩年在明年跟後年 會在東面跟西南邊這邊有兩個深海的浮標 那就是以海嘯預警為主的浮標見證 那還有有關於地震預測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媽祖計畫 現在第一期45公里 第二期已經升到70公里 115公里 那第三期我們有做怎樣的規劃 第三期我們在明年有 我們在開始現在在成立小組 在規劃第三期的路線跟儀器跟所有的事情 所以中央氣象局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在第一時間告知我們的國人相關的颱風地震相關的訊息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能夠做好相關保護生命財產的一個重要的黃金時間的這樣的一個保護 這希望中央氣象局還要加強我們相關的工作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委員 現在請您委員俊憲發言 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賀成部長 請賀成部長 請賀成部長 林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們今天來探討氣象局的相關事項 我剛聽到我們氣象局長說 台灣對地震的預測 哇技術非常先進 比日本還厲害 甚至我們對颱風的預測等等 其實政府每一年都編了大筆預算經費給氣象局 我先請教一個問題 部長你知道國家防災日是哪一天嗎 我們台灣有沒有國家防災日 有沒有 是傳統那個921 921嘛 921號是我們的國家防災日 那我就以今天到場的這幾個單位 有我們交通部嘛 我看有會計人士氣象局 主計人士正風 那國家防災日你們做什麼 有沒有做什麼 本來如果按照我們訂定 國家防災日的一個精神 那天應該要全民做 災害的防災防救的演練 包括民間的企業 日本就是用這樣的精神 在預防 不是你預測的技術 那災害來了怎麼辦 所以 訂定國家防災日 就希望全民 能夠有災害防救的那種意識 如果真的遇到災害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演練 我們怎麼辦 比如說日本就訂出一個標準 自助 互助 還有公助 自助就是自己要救自己 互助就是社區左臨右舍互相幫忙 公助就是國家公家的力量 這比例大概7比2比1 所以自己就自己佔了7成 再來臨的那一刻 誰能救你 自己最重要 不要期待左臨右舍更不可能指望政府 所以自己的比例要佔7成 7比2比1 那這個要持續的來推動啊 讓全民有這樣的一個防災意識啊 我不曉得台灣那這樣訂921國家防災日有什麼用 根本沒有用嘛 只有學校 學生要演戲一下 學生沒有自由嘛 災防中心有做這樣的一個統一的演練啊 那麼當然效果上面我們還需要再來追蹤要求 部長我覺得 我們氣象局啊 我稍微看了一下預算啊 其實國家給氣象局很多資源啊 我們氣象局 明人度的預算有22億 只有586個人 平均一個人啊 分配預算是400萬啊 這樣算非常高喔 當然不是人事費啦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把業務會設備會等等啊 就是你投入在這個單位業務的一個資源嘛 是 你看民營局230幾個人 才3億3千萬 一個人平均分配預算才100多 100多萬 所以我覺得過去常常說 氣象局啊要如何提高它的精準預測 政府要不要給它資源 很多資源的啦 我看一下氣象局寫的啊 光是啊 要來提高氣象科技研究發展啊 明年就給了15億啊 他寫的那科目名稱啊 氣象科技研究1億6千萬 氣象資訊研究處理開發4億5千萬 地震預測3億5千萬 強化災防環境監測5億3千多萬 氣象測爆1億8千多萬 幾乎寫了就給錢啊 有寫就有錢啊 然後還有分聯好幾年的計畫 我認為喔 政府已經給我們的氣象相關單位啊 很多的資源 可是如果以我們對於 像颱風這樣的預測啊 在今年引起人道爭議的放不放假的問題啊 以及預測準不準確啊 造成民眾上下班的困擾啊 我認為氣象局的預測啊 對不起納稅人啊 我想這個最主要是 研究和溝通上的兩個落差啦 我想這個 各位一直支持這些預算 使我們的研究有相當的水準 但在溝通跟民生化的這個 應用上面我們還需要加油 人不可能預測自然 自然意象啊 自然氣候的變化 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啊 但現在科技就是希望啊 能夠盡量的精準嘛 如果就以放假 今年引起爭議的放假 比如說以台南市做例子 台南市在 準備宣布 明天要不要放假的時候 突然間啊 一定是根據什麼 要根據什麼 根據什麼資料 部長您知道吧 中方氣象局給的 給的撤報資料啊 他給的明年第二天的 風力預測 是七到八級 正風啊 那我們放假的標準是十級以上 那請問部長如果你是市長的話 那你怎麼決定 要不要上下班 如果純粹就這個資料當然是 當然要上下班嘛 不過就是 其實地方上面 是不是要 颱風這天要做休息 以便做搶修 或者是避難 這些事情還有很多 其他綜合的因素 還有什麼綜合因素 如果你是市長 你有什麼可以綜合因素 比如說有的時候 是前一天風雨大 到晚上的時候 比如說 颱風都還沒來 怎麼會前一天有風雨大 我先是說第二天 第二天 我說的第一天啊 颱風來的時候第一天啊 對第一天的時候其實也是要看看當地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異形狀況 哪有什麼其他 台灣沒有來 風和日立 對 大自然說翻臉就翻臉 因為有的時候是 這個白天的時候的情形跟晚上的情形不是完全一樣嘛 所以 我們真的就是要在最靠近白天的時候 你要宣布都是第二天要不要上下班 對 是事先要宣布 對 你哪有什麼樣的資訊可以掌握 對 所以要在 唯一的根據啦 就是中央氣象局給的資料嘛 可是要最靠近那個 要不要做決定那一刻 當然才比較準啊 所以有的時候也是 那你七點 那你七點上下班 那我六點五十來宣布當然最準啊 這當然 我們不是要大家要這麼匆忙 那通常都是前一天的 那 睡時不超過十點嘛 你 就是說不要讓大家睡著了才宣布嘛 了解了解 那 到第二天上下班 至少會有八九個小時的間隔嘛 所以你 如果你是地方首長你怎麼根據 如果是 當然是中央氣象局給的資料啊 如果完全只是用氣象的陣風 當然國家有標準 那麼也會給他 那當然依照國家的標準嘛 對 要不然我們定那個規則幹嘛 是那個 那個絕對是一個氣象上面的科學標準啊 那給這個地方首長做參考 不是參考啦 給他當依據啦 要不然你縣市長 縣市長要怎麼決定 所以我們才會提案考慮說 乾脆啦 這個 既然你唯一的根據就是中央氣象局給的資料 那應該由中央來中和研判嘛 要不然你縣市長他能根據什麼 他怎麼決定 他前一天晚上他怎麼決定第二天早上的事情 他看的一定是手上的 中央氣象局給的資料啊 因為風雨大的時間 並不是在跟放假日完全同步啦 有的時候他是會有累積的嘛 所以我們才會需要有一些地方 好啊 那如果啦 因為氣象局 資料預報錯誤當然會嘛 不可能百分之百嘛 那上下班錯了 那對地方首長他也覺得很委屈嘛 我根據你給的資料 結果誰知道第二天 風和日立了 無風無雨了 那你們局長又說不要把他當擋箭牌 這不是當誰擋箭牌的問題嘛 是不是這樣 了解 這個也不是推卸責任的問題嘛 是 就是大家要承擔的啊 是 你地方首長當然 規定就是你你首長做最後宣佈 雖然你的根據只有一個啦 但是我覺得齁 這個不是互相推卸責任啊 當然 那如果地方首長我看一看 他也沒有別的辦法 他也沒有別的辦法 可以來做其他的判斷 唯一根據就是你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那你中央為什麼不決定 然後地方首長現在啊 每個都怕到了 美國都宣佈放假怕比別人慢 爭先恐後 你慢一個小時就多讓人家罵一個小時 乾脆我管你第二天是怎麼樣的狀況 趕快啊 宣佈放假 你注意看會變這樣子 那這樣恐怕也會造成困擾喔 是的 你如果不該放假而放假啊 國家社會是有損失的喔 是的 那你可不考慮由中央統一來決定 這個當然行政院正在做通盤的考慮啦 那不過我們自己覺得說 氣象應該是整個考慮裡面的一部分因素 那麼只是大家現在 那當然是全部因素怎麼會一部分因素 不上班不上班就是因為天氣 天氣不好 怕造成民眾啊 在路途上的危險 對 所以路途上是否危險 天氣以外還有其他的因素 也許有 有橋樑的問題啊 有其他的 台灣沒來橋樑怎麼會斷 對 舉黨綱舉這個例子不對啊 那橋樑怎麼會斷 雨量也許當時 不是當時那麼大 但它會累積雨量 你不要講極端的例子嘛 你講那個是很極端例外的狀況嘛 所以我才說它有個別的情況啦 那你考不考慮啦 部長 我們不會跟中央去說一定要做什麼主張啦 但是這個讓行政院的整體考慮啦 那行政院一定會問你部長的意見嘛 對 對不對 林檢院長一定會問說 會成部長 那以後 以後如果 天然災害的 不上班不上課的規定 修正一下 由中央來決定 由你交通部這邊來決定要不要 我會覺得可能應該再考慮啦 你也不敢負責任 不是這個不是負責任的問題 這是一個地方 當然負責任的問題啊 因為國家一年給你二十幾億 不是 不是 相關的氣象的研究 每一個地方是否需要用放假來 停止上班一天來幫助避難或者是修復 這件事情是有它的理由的 不是只有放假 不是只有颱風一個因素而已啦 你應該整體去考慮啦 是的 也就是說 就算放假 那要不要補假的問題 你中央考慮你就 你就不會說 一直想把責任給推掉嘛 了解了解了解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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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陳委員歐破發言 陳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請邀請賀成部長跟新局長 請賀成部長跟新局長 陳委員好 我想中央氣象局主要涵蓋氣象海象跟地震三個業務領域 那 氣象局所揭露的各項資訊 事實上跟人民的這個生活息息相關 那也提供在防災體系中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 所以 本會委員會對 這個氣象局的業務其實 大家相當的關注 那這因為這跟人民的深入息息相關 我要談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就是 除了這三項領域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 國際間大家最重要的是氣候變遷 那因為 局長當然知道氣候變遷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部長我想你也應該了解 請指教 那現在就是說 在這種 大家全球重視的議題之下 氣象局如果是只有過去這三項 主要業務 似乎是不夠的 我是建議說氣象局是不是能夠把這個 這個氣候變遷 列為這個 重點工作或另外 變成一個特別的 比如說變成三項業務之外 另外一個第四項的一個 業務領域來推動 那因為 全球暖化的危機 其實 都是來自 人類 所以曾經有一位科學家講說 21世紀人類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不要破壞地球 所以 一切的 原因後果都是因為人類 這個 要承受嘛 原因也是因為人類來造成 所以這個 如果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我認為是 未來我們氣象局可以 再 擴充的一個事情 是的 那 那 反過來講就是說 氣象局有這個意思之後 我們要教導民眾 怎麼樣來學習 適應 並且跟我們這些氣候變遷 極端氣候來共存 那 我覺得 這個 現在對 民眾對這種 這個 科普知識的 這個 這方面的 注重 是 大家一來一重視 但是 反而是我們工部門 在這方面的推動工作 我們需要再加強 是的 那 如何順應社會的變遷 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呢 是氣象局 不應忽視 而且應該 不斷加強的重要課題 這個也是新市長你自己講的話 所以 我在這裡也提出來 我們台灣極端氣候過去的一些現象 我想這個是 全民大家來一起關心 了解一下 謝謝謝謝 過去100年 全球上升0.6C 台灣的高出一倍是1.3C 過去100年 台中是1.11 台南是1.39 強降雨量呢 我們過去呢 10年增加了 140% 一倍多 那 大部分都是颱風 所帶來的一個 一個極端 一個 氣候的一個影響 雨量 那毛毛雨的這個 比例是下降的 過去我們大概 一年大概70天 現在呢 一年大概35天的下毛毛雨 那 1990到2000年 台灣 百年來的溫度最高呢 的10年 這個是我們最近的10年 就是過去的 這個最高的 100年裡面最高的 可見我們台灣的 溫度是一直在上升的 那 我們台灣呢 創造很多氣候的一個紀錄 平地降雪 今年的時候 宜蘭的平地就降雪了 那 史上高溫 然後 強烈降雨 氣候 變遷的危機呢 不只帶來災害 也導致 菜價昂貴 飆漲 道路的破壞 侵蝕國獨 那 所以 台灣應該 要 開始 來 嚴肅的面對 氣候變遷的挑戰 那 學習如果 調適 並且以集團氣候 共存已經是我們當務之急 那 政府呢 要怎麼來做 我想 未來在業務上的調整 我剛剛講的 過去太重這三個 三個領域 氣象 海象 地震 極端氣候的部分呢 我們怎麼樣來加強 這個因為 剛剛講極端氣候是因為人為 引起的不是自然現象所 所引發的氣候變化 怎麼樣來避免 我想這個教育就很重要 那 好 那個部長同意嗎 是 完全同意 是不是 讓新劇長來說明一下 他們現在在內部組織跟研究方向上面 都去朝著委員 好 簡單回顧一下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 在氣象局的未來的組織架構裡面 本來就會出現一個氣候組 其實就是針對氣候變遷所衍生的一個單位 那現在因為這個條例正在 送到院裡面去 那其實氣候一直是 是氣象局在這幾年 開始的一個新的議題 那我們最重要的主要還是跟農業 公共衛生 水利 去找到一些使用氣候變遷資料 跟氣候資訊的一些運用 來做特別的發展跟服務 我想全世界大概很多國家 把這個氣象局這個業務 有的放在我們就交通部 有的在環織部 有的在科技部 那我們放在交通部 不要讓人覺得說我們就放在交通部 反而不重視 因為這個氣象局其實是 其實跟科學這方面比較有相關的 研究這方面有相關的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那個在今年 今年11月4號 巴黎協定正式生效之後 那第一個碰到的一個首場的 首場的一個氣候大會 就是在聯合國氣候變遷 今天剛要公開第二十二屆 DA方的一個大會 那根據這個了解 七號到十八號在摩洛哥召開 我請教局長有沒有派人去 我們有派兩位同仁跟環織部 環保署同仁組隊有參加這個會議 前往了沒有 應該是前往了 還沒有嗎 我們是第二階段的 那第一批的人員已經順利進入摩洛哥 我就給你們看一下 第一批的人員已經順利進入摩洛哥的 成功進入會場了 那第二批應該是順你們這批 環保署等相關部會官員 明天才要啟程 我們這個過程有沒有受到阻擾 沒有 中國有沒有阻擾我們去參加 就我們所知我們這部分是沒有 目前沒有嘛 是 所以應該可以順利進入嘛 是 對不對 好 氣象局我是說氣象局我們要重視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是有關全人類的 一個安全的問題 如果中共這種無理的打壓的話 我們要表示認真抗議 因為我看到報紙今天 這是今天的報紙啊 我嚇一跳啊 如果連這個 連這個氣候大會也要打壓我們不能參加 因為我這裡看到國安團隊以沙盤推演 未來幾天可能出現的狀況 這是國安單位上面已經注意這個問題喔 那我想說請那個局長你去 因為你是中央氣象局派出去的人 你應該在那個立場上 可以適度表示你的意見 因為這極端氣候是全人類帶來的 所以 一定要嚴正聲明這個立場 好不好 好 那個 部長 這個事情我想請部長注意這個事情 應該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我想說 目前我國有四座的氣象雷達站 北部五分三 東部花蓮 南部墾丁 西部有七股 那現在五分三 氣象雷達因為台風受損 會影響到宜蘭縣的氣候的監測 什麼時候可以修復啊 其實五分三現在罩子已經照上去了 現在等內部零件在年底之前可以修復 但是在修復之前 其實我們在今年的八月 已經裝了一個小型的雷達 也可以cover到宜蘭的部分 就是西班的雷達已經裝上去了 所以你現在站帶的移動式的雷達 現在也沒有移動式的 不是 現在在五分三上有兩顆球 一顆是我們叫比較短的 兩百三十公里 一個新的那個 五分三的那個 舊的那個 我說舊的破壞的那個 到年底會修好 但是在那之前 我們八月已經裝了一顆雷達在上面 裝了另外一顆雷達在上面 我想這個齁 這個監測的東西 剛剛一開始就跟你講了嘛 你各項氣象的資訊的揭露 這個跟防災體系有息息相關 所以任何儀器 或者是設備有問題的時候 要趕快進行搶修 好不好這個是很了解的一件事情 那這也是民眾 反映過擔心的事情 說如果這段期間 什麼來我們資訊是不是 揭露是不是正確 夠不夠 我想這個部分很重要 另外就是說 我們要為了防止這個瞬間強降雨造成災情 計算起打算建置 防災降雨的雷達 是不是這樣子 那 我要特別提醒 因為 東部啦 在中山山脈的這邊 是我們大部分都是西蘭這樣過來 所以不管地震比較多 或是台風的首當其衝的地方 所以東部的這個 這些的一些 防災降雨的雷達 我們要 要重兵部署 是 這個 我覺得這個 也應該 這個 在這方面加強它的設備 我上次都提過了 那現在說 原本要設在 頭城的那個 防災降雨雷達 那後來我跟你建議說 是不是能夠放在 撞為我們 觀光局的旅遊服務中心 這個部分現在有沒有 有沒有新的一個決點 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 現在原本在頭城的 因為 地點已經改變 那麼 那個 地點會稍微往北 移兩三公里 但是是一個宜蘭地 現在已經 宜蘭縣政府已經答應把那個地撥給我們使用了 我想地點已經確定就在那附近 我想這個 這個你們在哪裡設 我沒有特別意見 我是給你建議 是 那要趕快設 因為 把那個績效實程抓出來 民眾問我 我也不曉得 好不好 你跟醫院縣政府有什麼進展 你要讓我了解 是 好不好 我會追蹤你這個 這個績效的一個 一個指標 我們希望說能夠 該建制的趕快建制 然後該修復的趕快修復 是 好不好 這個是你今天審查一送我最大的 最大在意的地方 好的 謝謝 謝謝 好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utes OK 等下 兩點再 cont 好 這是 可以 可以 會 如果有一個比例的,將會變得更多。 我們要 Historia就提出好。 所以要提起這件事可以去清理的區塊。 不是提出我選擇工具, 因為我會拿到他們 belEnterium, 因為我會給這些保護牙的這個區域, 謝謝 我們要求他做新的活動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對證 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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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餐廓 對證 三對一天 谢谢观看 他吃好 你先聊 我們民主文化三個都不少 我們是怎麼有 交易 你先來一集 我們是 你過太久 我來一集 我來過十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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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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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別人 謝謝 我來過一集 你去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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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文化的回报 那些文化的回报 其实勉头又menta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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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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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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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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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